就是政治人物跟经济 还有古代的思想家 包括孔子啊 包括孙子啊 包括老子啊 包括这个韩非子啊 法家 然后莫子啊 然后另外就是 包青天啊 法家就最有名的 然后另外有 变色龙的 就是诸葛孔明 所以就是各个特质的 最顶尖的人物 就在我的第二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就叫 掌握成功的关键